來到社區巡守隊大門口 地面上放了幾支滅火器 底座已經鏽石 年限早就過期 開關不能使用 禮辦公處準備報修泰換 那個李幹事定點他做這個給我來換 我都有換過 盤查李幹事有待的 那我不用去 那是李幹事 李幹事他出門 他我今天的李幹事 說起來他很堅持 他都去給我順得好色好色 他換完之後才給我順得好 隨機來到社區的巡弄 住家外頭都掛有乾粉滅火器 而基隆市全市有近8000支滅火器 因為天氣潮濕 很多市府設在公共空間 狹窄巷道滅火器 經過日曬風吹 自爆事件頻傳 地理環境的因素 因為我們基隆比較潮濕 容易下雨 而且這些滅火器就放在腹外 那常連都是風吹已倒 所以比較容易腐蝕 這一部分 以目前我們前市設有 七八千多支的滅火器 那如果按照消防法規的規定 你所有的場所 包含你的市場 你的營業場所 你的大廈管理 這些通通是要回歸 你的管理前要去設置 並不是政府來設 針對戶外滅火器管理 維護不容易 市長謝國良說 將動用預備金 全面檢查全市7300具滅火器 除了汰換更新 放置的地點都會一併討論 放置的這個過程中 有很多民眾 他們或者是負責處理的市民們 並不曉得是不可以放在室外的 所以這中間過去以來有很多滅火器處理 跟保管的相關的問題有待提升 那這個都是過去十幾年都是放的 這兩天跟這個消防局討論後 我覺得我們會從預備金 撥一筆小筆的一個預算 那我們希望是透過民政系統 來檢查所有的這個消防滅火器 假如已經過期的 我們就發放新的 在這個檢查過程中 我們也要特別去注意 有沒有放置在不當的位置 那假如有放置在不當的位置 我們在這一次的這個執行這個業務的這個過程中 也會要求他另外找這個合適陰涼的地方來處放 那另外其實我也有注意到有很多這個滅火器 其實都是鎖得很死 那有時候火災緊急的時候 你還要去做一些這個其他的一些解鎖啊等等的 其實也同時會會耗時然後等等 所以怎麼樣安排對於即時的滅火最有幫助 這一點我們也會跟專家學者討論完以後 就把那個滅火器放置在這個最適當的狀態 政府初步規劃滅火器未來將交由民政系統來管理 希望能夠提升整體滅火器的狀況 方便民眾遇到緊急狀況時能夠發揮救火的功效 記者黃少鳴金融報導